嗯 嗯 嗯 大仙我昨天狂暴后一拿了四杀 他主要是第一个狂暴就要用好 别人敢跟你对点 你就点他 开狂暴跟他对刚 反正我们那个狂暴好得快 好吧 你第一个目标狂暴一开 你 给我用那个狂暴 把那个中路河道之灵给我拿下 好吧 后面什么都好说 行不行 你别的狂暴捏 捏得像闪现一样 一直捏一直捏 不需要 明白吗 翻车嘛 你看 我告诉你打法跟思路 你第一个狂暴 要么把别人血线压残 要么快速抢线 为的就是那个河道之灵 抢到那个河道之灵 你就赢一败 然后再去中路 再去中路 帮队友点一点 好吧 再去中路抢河道之灵 你就直接起飞了 兄弟们 他这把不要选顿三 有顿三 我力也开 还不明白 还不明白 来 先把我抢啊 哎呦 太难了 我的老弟 嗯 嗯 嗯 你可能因为又很慌 有赵云 赵云那个大招 你带个黄包 能打吗 我告诉你就是能 好吧 他扎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瞬间让他爆炸 我再拿个可乐啊 等我 这个阵容打个鬼 我笑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 狂暴后裔的魅力呢 我的队友会很紧张 他说你这个后裔带个狂暴 行不行啊 这个后裔 后来他看到我这个雷电 雷电框框 心里又踏实了两分 是不是 蔡文基是选择了直接跟我走 其实我没必要 好吧 没必要 他不需要跟我 好吧 毕竟我也是巅峰强者 明白吧 我这样带 自然有我自己的理由 你看 第一个狂暴啊 第一个狂暴怎么搞 我能忍吗 我势必忍不了他拿这个 他敢拿 我就开狂暴点他 你是不是要点 还点不点 你还点 你 他诱惑我 我上当了 兄弟们 我觉得我挺难受的 他们都得死 好吧 这一波 你看我这波狂暴引诱 没话说 转不转 非常转 明白吗 问题不大 这不好起来了吗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你不要纠结于这个前面 死了一两次 对不对 死就死 打出气势 打出快乐 即可 好吗 你这狂暴一开 这个线上的这个射手 他能 能与你一战 不再唯唯诺诺 选择狂暴 重拳出击 我狂暴又好了 他敢看我一眼 他能看我一眼吗 是不是 我就 我就按着他打 多惨快 你不带个狂暴 太说了呀 是吧 你狂暴一带 这个野怪都是你的 他敢过来看一眼吗 他看一眼 我就开狂暴点摊 这 好 不用跟我呀 他带着是干扰吗 拿捏住了 这狂暴没开 把他揍死了 没办法 没办法 我的队友还是非常认可 我的实力的 毕竟我这个雷电 小框框 在这里 对不对 他是觉得我这把 应该是能carry的 他跟对着大腿 这把 直接带他翱翔 我就问 谁敢过来 我小狂暴一开 赶紧走 好吧 四个人没办法 该低调的时候低调 小老弟开始塔歪点塔了 你也是分不清个大小王 怎么回事呢你们 你怎么回事呢 等一首灵性小大招 我又来了 宝贝 无聊点三件 斩个背度 怎么呢 敢跟我对点 我狂暴十秒又好了 好了 我又开始嚣张了 直接让我嚣张起来 什么 敢给我大招 狂暴一大招 要喝 你在闹 有办法 能感觉到 我的气势 我但凡倒下 我都会拉走一个 主要我这个大招歪了 我大招不歪 双杀了 等这个婴症 他不停来 不停来 他又发现问题所在 他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对不对 是不是 他越来我越肥 好吗 有本事要打死我 林姓小敦 对啊 吃了不亏 完全不慌 兄弟们 等我无尽一坐 直接翱翔 你一个在闹 哪里还叫大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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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没 告诉我 我是不是越来越肥 没毛病吧 兄弟们 无尽一坐 好起来了 好吧 三千六 越打越肥 越打越肥 什么 你问我错了没 我狂暴后翼 永远没错 还不明白吗 我这个大招没中过 今天手感不好 第一把玩人后翼 等我六秒 还他一个未来 去 狂暴 打打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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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错了没 我这 好吧 有个人能帮我控一下就好 无情发泄 无情研塔 强大的压迫感 是不是 兄弟们 再拿个鸟 再拿个红 讲道理 我拿个红 我自己来控 自己粘住别人 看见没 我队友让给我了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去打一下巅峰赛 是吧 这巅峰赛一打呢 巅峰赛一打 这个头像框一混 这个队友还是能对我友好一点的 是不是 什么 你敢叫人 摇人有用 你要摇多少人过来 追捕 回头 回头 与之一战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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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怕 想让我倒下 那必须拉两个呀 不是 再来一首灵性竹子之宫 游戏结束了 但我掏出竹子之宫那一刻 他们已经没得玩了 好不好 不再低调 兄弟们 你说这样玩是不是很快乐 马上 等一下我再大招抽奖 狂暴 主日之工 立马毕业了 还差660块钱 当我掏出竹子之宫的那一刹呢 这个游戏已经宣告我来接 我来接手了 好吧 这个比赛由我来接管 兄弟们 你躲 狂暴 各自弄 错了没 你又喝 往我脸上走 你真是大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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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挡啊 舒服 爱了 爱了 好 主日之宫掏出来了 nice 宝贝 我等一下 你看我狂暴站在那里 点了他6件 他已经差不多要翻了 是不是 我跟他墨迹嘛 我跟他墨迹嘛 我跟他墨迹 听说听说 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听说听说 开始是费的 谁敢露头 我思考一下啊 兄弟们 搞个串运工 加点破甲 拿红Muff 别怕 因为我来了 熟时光意见的狂暴 no 错了没 一个 还有谁 没有了 想守这个塔 你在开玩笑 再去下路呀 野怪 都给他吃干净 再去帮他打暴君 不然射手太痛苦了 为了避免被控太久 换 换这个 抵抗鞋 是吧 我们吃控是一定的 但是我开启 我的这个狂暴 加任性 就算被控 也不会控太久 然后灵性抽奖 这一波 能抽到不 这点解挡在前面比较烦 各着闹 我个狂暴 跑 哎呀呀 哎呦 错了没 是 他这个不是 好吧 这是 啊 挺乱的 没事 有个弹幕太搞笑了 他说我这个是雪条 他说我这个是雪条蹦迪 别慌 我来吸 不行 不行不行 这样不行 一下断了气 我的好兄弟 卡了一下装备 有2000斤就没买东西 我应该把这个直接卖了 卖了买了 等一手 卡了一下经济 本来刷下路的那波冰线 我就完美节奏 一起合成 打不打得过 这个主宰 是不是要帮他 哎呦 这个主宰帮他了 哇哇哇哇 哇哇哇 怎么说 这一波 去 呦 好 打得不错 你可在弄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没事儿没事儿 没事儿没事儿 你怎么说 你敢过来啊 直接扫死 八百里开外三剑过去 有话说 直接一波没了呀 你过来干嘛呢你 啊出了没 打的就是个凶木 带个闪线 唯唯唯诺诺 跟我一些狂暴 重拳出击 好吧 有没有问题 看明白了吗 百分百胜率吗 应该是的吧 我打狂暴后一 你看这一把 赢了呀 这一把赢了 是不是 遭仇恨是有一点的 但是我一定能把别人拖下去 是吧 赢了 我真的 我打狂暴后一没输过 好吧 有输过吗 真的呀 我这一跃下来 我只要玩后一打狂暴的 都没输过呀 我也挺担心的带个狂暴会不会被人抓死 我说 抓就抓吧 好吧 抓就抓 反正我能换一个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转发 看看